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来胆子有点大 我给到第一个视角 我一个人就拿个炮 直接是来到B通道这个境点了 但是ETC很稳 上来是两个B 说起来 因为很多队伍 B通道上来 还是都是会选择 怎么说呢 就是出来 就一般给点道具 稍微给点动静 上来直接缩包点 还是有点太保守了吧 我跟现在这两天的比赛 好像大家都是常规防守 三二 就是BG就放两 不放一个 他是会选择时间点 上来有些是队伍是第一时间 就四个月 然后第二时间在 B点那边一有动静 或者说通过单点的 B的选手的一些侦查之后 再选择来不来回防 这边烟雾 这个连接烟雾已经铺好了 看来是要打中路了 中路直接一个反闪 听一下中路经典没有人 后点防守 这边估计 要往连接 要往连接打吗 B点外面扣了一个 是要过点往B点包 哎 但是这一波如果说能把锦家这边空着 一滴机很不好回防 这边还不着急 再空一波 到底往哪打 B外B外他等了半天 哎 这边奥罗 中路断了一个 对 呃这个我们也想从奥罗那边拉出来 没能跑掉 来了 小冰这边被打残血 两边来加了 这边直接来清了 这边直接来清了 没有机会了 没有机会了 但是包点的藻招 二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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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血量非常低啊 对 血量优势太明显了 关键时刻藻招其实已经很努力很不错了 在包点这样的位置上面换掉了两个 看一下肖义和杜超都是一个残血 哎 多么多么这个位置是一个很很好很舒服的一个位置 对 剩下吸吸 啊 好 这边直接被杜超一发秒了 残血一发秒了 这边残血 杜超 哇 哇 又是杜超 普通AK 个人能力有点强啊 哇 他只有一血还两血啊 很残 反正敢碰一下就死了 对啊 他俩都没打到 我刚这个位置 我感觉吸吸拿M4穿箱已经有了 我直接感觉好像 端木好像是一枪锁头 然后第二枪也是直接拿AK把他穿死了 这个残血 哇 杜超 有有有点厉害 这个说啊 按照这个血量对比真的太优势太明显了 完了呀 这个很伤啊 上来第一分 这么好的一个局面是被EDG的新人选手杜超 再次以通过个人能力的一个发挥式 拿下第一分 那不得不说啊 这边我觉得可以得犯了一个小小的失误 就这种情况下 如果队友抱残血 我觉得应该是要主动拉扎打吧 我觉得还是段梦和西西之间的沟通吧 就两人一人一个位置 一人一人不动 而且是 就是很明显的可以看到是 段梦现在小到先突破 然后西西在相较到 这个B通道外面 厚着了一下 想等着段梦打进去 要打B通道 就走到B小道的时候 他再从这个B拱门外 再两人一起进 就没有一个联动 所以说这个残局还是体现出来了 听从现在的这个场上的这个灵场的沟通出现的一些问题 残局这个沟通是信息有点问题 对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冰冰也是没有采用G 是采用了一个M4在手二楼这样的一个位置 这波 听说还是应该要清中路吧 中路又是给了一个反弹闪 直接上中路 两个中路 一个A1直接出来 哎呀这个段梦断掉了冰冰 对 二楼这边是直接飞大坑 这波A1防不住了 这波A点应该是崩掉了 这波ED7 A点的防守站位 你看有没有发现 三个人没有任何联动 每个人占一个点 冰冰一个人占二楼 A1跟连 就手A1跟手连接的人也没人帮他 二楼先死 然后这个手连接的这个人 也一个人拉在这个 就我们看到这个箱子外 也一个人就各打各的 这种 攻击手这个图当保卫 如果你没有联动 没有这个侧重点防守 你没法打的 对 说实话是真的没法打 这边 早早和小兵那边大股 哇 想过先想埋 先轻包点 有机会啊 哎 就这边暴残血 我早早 早早一打一 还有机会啊一打一 短梦 他知道小木大概的位置 他知道听到了 拖时间没时间下包了 没时间拆包了 这个残局又差一点 被翻了 打了好些 差一点点 因为这个怎么说呢 现在很多保卫啊 就是不管哪个队伍当保卫 他们这个回防的这个时间 现在已经是有点加快了 因为我们这个赛季 是没有这个C4钱嘛 对这个拆包的时间 还是需要有点久的 目前这几局看来 我觉得 一定的防守 还比较保守 太保守 没有一些侧动点 没有任何侦查 主动啊都没有 都是一味的厚点 靠个能力在防吧 对 打了还是有些保守 刚第一分拿下 其实也是属于说 好真的靠杜超 一个超水平 发挥个人能力啊 这边看一下 听众 第一时间 四个人是抢了一下 必通道 送了两人留在必通道 然后紧接着三个人 再回二楼这边来 再来亲 常庆格和二楼 这一块的位置 和开局是 同样的一个站位 一个观察 一个局下 这个B包点 如果说 一直是占两个人的话 这给A点的防守 带来很大的压力啊 这个 怎么说呢 如果说 他这个B包点 占两人就是赌 就是你 经常会 说B点打我一波 就直接就 B点就乱我了 就顶我的那种 但是一旦给东西 这边是打个 必须扬东吗 必须是阳宫吗 这两个人 假打假打 他打得好真啊 两个小刀溜进去一个了 好像没人知道 这两人打得好真了 看到一下 比小刀这个人 好像没人知道 啊 宝影回房过去了 我这边 我这边 两个 全部被炸为一个 一个人的心了 早早早 跟小斌两人 但B包点在干嘛 啊 这本来是阳公币的 对啊 这个我必须拿下了 不是我 小斌和早早在B包点在干嘛 好像被想了吧 封了烟 封了烟之后 肯定是有人 或肯定得有一个人 拉出来 往B小刀这边看一下啊 对 看有没有过了过点 然后两人就说在B包点 景佳也 这边TK 景佳也没有人帮你 对吧 景佳也没有说 保卫的保卫者 是站在景佳可以看一下 你这个 两人还说在包点 不就被人 被人家本来是你要加别人的 但是反过来 你没去管一个点 别人从B小刀过来 就把你反加了 呃 确实 我觉得这三局看来 EDD打的有些偏紧啊 可这边应该是要叫暂停了 这个节奏不对啊 这个对EDD来说 这个节奏太不得 我感觉 K在这边打的太 这个太舒服了 对我们可以看到这边 右上角也可以看到 EDD是使用了一个短 呃短暂停 这个 说到这里我们要提一下 新赛制的一个改革了 每场比赛有 一共加起来有六个暂停啊 对 然后两个短暂停 一个长暂停 每个队 这边这几分 我说实话真的 除了第一分啊 其实第一分KZO 也应该拿下 就是整个EDD的防守 也是有问题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上来就 呃 双包点 B包点 然后A点的防守 就是二楼自己守自己的 A自己守自己的 然后那个连接自己 连接根本看不住 过直接就过了 这个你 你这么打这个防守就有点就是很有可能 如果你一直你现在脑头脑还不清晰的话 很有可能我感觉这是一场会会是一场大比分的比赛了 就没有一个侧重点 他的防守 他侧重点在币 啊 就两个人赌标点 就你如果说你打 就是如果你是封那个 币拱门 就是防那个 就是右手就是进口门 把右手的盐封起来 直接往包点进 我感觉两个B包点 有可能会刷屏 刚好那波阳攻 这边两个KZO的阳攻的队员是 封了这个B平台 这个B包点台子上面的这个盐 是直接往井家转 所以说他两个人就找到和这个小兵站在B包点 两人重防这个一个三角枪一个死点枪 这两人就白给 我只觉得EDE他这个防守的结构不对 就你一味的把中路放空 把BG放空 自己缩到包点 那你这个给对方一个发挥空间太大了 那对面 哎可以安心说 我们这把三二加币还是怎么打 就战术就会太容易去实施了 这个就怎么说呢 可能还是上来就有可能是抓到了 就是你攻天锁 可能知道你打的不是很好 你你像这个KZ这么喜欢他中路对吧 来啊四个中路啊两边各两个 这不很经验一个防守调位吗 如果说对于自己的默认防守 没有一定的自信的话 那我觉得就是就打一些 就应该要采取采取什么样 就上来 你其实几分打压的人也知道 就是KZ他是八把抢这个B冬道 我上来那我要不就B冬道 跟你换拨人 打完之后我上来就跟你打残局也行 这是第一个 或者说我通过人数的优势 上来先把你B冬道吃完之后 对吧 我一换二或者零换一这种 向来先取得一些人数优势 我再去回或者就像你刚刚说的 你中路老这么三个人去亲 那我中路就左右双手两个三个 对甚至四个对吧 都可以 你最今晚的第一时间对吧 你要就是有你的防守的 一个侧重点 哎这这我中路中路给压力了 对啊还是要给点压力 要不然对方太轻松了 这边刚刚是第二 第一时间中路的一个三个人 这边又来了又来第二第二 对吧 第二时间还想来中路再反清一下 这个我觉得需要二楼的配合呀 这边二楼没有管 A是跟过来 哎这边西西被打掉 对 小姨打出自信了 西西一个人站在马路上 就有点尬了 这可以收了呀 吴哪吴可以收了 冰冰在看二楼 对冰冰在管这个 二楼看一下小莫 这个这局kd很难了 罗浩罗浩这边还是一个 枪子装的 我这边小莫是直接 下来 但是也是 怎么讲一换一吧 没有机会了 有一枪 有机会2比2 对吧这个至少这一波在中路 只要你打散 你中路这边封烟 你来准备想上中路的时候 一滴就是我第二时间 我反散光弹 我连接跟A1 我刚他第一波的时候 连接是两个A1是 呃有也A1是有两个人 但是A1有一个人在管二楼 三个人把中路吃了 是的 然后第二时间 kd自己一个人上这个中路 就没办法上了 这波暂停就叫的很到位啊 对啊 现在看一下 1滴做出了调整之后 kd打法会不会有时候改变 嗯 看一下这边 应该又要第二时间清一下B通道 防止B通道 有一个人顶出来 一个人就能把B守住 其实 这几局给人感觉 1滴的B局好打一点 就这个B局 你看所以都是两人防守还守不住 你看又来了呀 嗯 这个你说好打他就来了呀 确实好打吧 但每次他们也知道 都把把两个人防守守不住 我这次两人是选择 终于分开了 交叉站位了 那这个交叉站位 如果说kd一旦道具封锁的好的话 这个交叉站位也没有什么太好效果 看a点 a点中路这边有个人在不停的做动作骚扰 右手要摸 找到这个位置 哎时间差找到 玩包点这个小兵好像 找到这个时间 哎呦关键 这边所有的人的这个枪口都是被 呃平台上的这个包点的这个 小兵勾引过去 找到第二时间是拉了出来 我四个 第二个五杀要来了 找到这个 怎么说这个时间差抓得非常好啊 小兵 哎这是要给队友拉五杀了吗 这动作 这是要让吗 这不 这应该叫上找到来了 啊找到来了 来找到在这 啊 刘晓默在家里 哎呦 跳过来 跳过来吃了个雷 两人 看一下 这还这还敢让吗 哎呦 没有啊 那杜晓帮忙给 杜晓那边补枪补掉 这波要是真的 小兵刚 如果时间再晚一点点 如果 第一下这个人拉过去 小兵没有看到的话 早早在 在这个 毕童那小道这边拉的话 早早很有可能会 被直接就是架掉 但是就因为这个 小兵拉的时候 这个 天宗所有的这个进攻队员 以为又是一个平台的两人 对 所以没人管右手 早早拉出来这个时间点非常好 直接是秒掉了两个背身 打了两局就形成 可能形成一个惯性四位了 对 这其实说到 在打比赛的时候 战术你这个细节 就你这个要要做到位的细节 一定要做到位 你不能一套站位 站到死那种感觉是吧 就肯定还是要有 其实刚才如果这边 如果 如果封烟或者说 按照我们以前打 就闪光先砸起来 对吧 那也不可能会连杀的 看一下 这波 又来毕业听众 还是要亲毕 但这把必须好像 两个吧 还是两个人还是两个 这边 场景和下面 还是留了一个单点 小莫去做一些 呃 去做做动作 勾一勾 给点压力 对 就做一个骚扰和阳光 这边这必须肯定打了 这个架势 来 看道具 一个平台的烟 烟雾 一个平台的烟 这个烟的很好 两个闪光 这个闪光 包点闪直接去铺导招 导招的位置直接被铺掉 漂亮 刚刚只要这个上包点的人 这个小兵第一下不勾到人 那这个包点就不后打 但是小兵一个在包点 三杀 在包点 没事 这个位置给你丢了之后 我直接拿枪说话 只剩下段冒 残血啊 我这波战术打得很漂亮 战术打得很漂亮 但小兵一个人在三枪就站住了 我觉得还是可能后续啊 上到包点把枣刀吃完之后啊 其实 听众的选手手里应该还是有一定的道具 不管是闪光还是高爆 应该往三角箱或者死点箱 去给一点道具 再去清这个小兵的位置 不应该是直接拿枪去吃的 怎么说这一波战术很成功 就两个去清 清枣刀 两个去清小兵 结果呢 清小兵里面全 两个全掉了 对 然后去清这个枣刀的话 还有一些是 就被枣刀换了一些血量 过来就应该是直接撞这个小兵的枪口了 4比2 这边一个战停完之后啊 连续的追分 听众这边我觉得也 适当的 如果这一分再拿不下 应该也要叫个战停 稍微的缓一下了 去想一想 是不是还要这么去暴毙点 我怎么感觉他还是想来啊 你改的又去了 就不服输 对吧 我觉得你要这么想打毙 小莫都不带去A点solo了 就五个人往里面进的 五个人起来得了 对啊 但是这波我们可以看到 一滴机是侧重防守了A点 包点好 只有小兵一个了 又来了 看一下小兵这波能换几个 还是拖 拖到造型 罗浩这边是一个糕点的烟雾弹 好 拖到你的烟雾弹 只要这个烟一人 还是小兵一个人算香 怎么办 也吃白了 第一时间小兵是吃了白 小兵能换到几个 直接往家里面 上了 早早一换一 这时候早早要空一排了 小兵还在包里 这时候为什么怼到景佳这么远啊 我这位置在干什么 而且小兵一个人在包里还又刷了 又刷掉两个 不是为什么不往包里里面打 往 这所有夜店回房的人不再打 这个景佳 都打到景佳不回味了 有点上头啊 直接往家里面 对啊 哇真的是 听众在干嘛 这个对吧 你道具打完之后 你铺完位置肯定是 发现这样的位置 肯定又是跟上一份一样啊 你就直接两个人往小道里面亲 然后跟这个进B包点的人 形成一个配合 去夹这个包点的人啊 对不对 我觉得是这是战术啊 他们就说先杀找到 没找到 一定要找到的 我的妈 哎呦 这局一滴滴又拿分啊 就是小兵一个人在B包点刷了两个 哎 这是战术 就先杀找到 找没没没找到 那只能往家里跑了 好的 你要这么说 那我 只能这么解释 我只能这么讲 其实说实话 第一个把 把那个 就是去 有一个人顶到景佳去啊 就发现没有人啊 往景佳顶过去 我觉得把杜超打掉之后 应该就立刻就回 不应该在那打 还在那原地 关键还去了两个 对 这个真的是 这两个真的是 我觉得是有点 太上头了 上头了 不过这几波 KD 就战术调整的还可以 就几波 几波战术打的还不错 我觉得就是他这个连续 对B点的这个爆发啊 就是可能是赛前就已经制定好的 看出来 但是就是爆发进去之后 啊 碰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应该做什么样的抉择 我觉得就是 就是在这方面的这个 决就是决策上面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 可能主指挥话没说完啊 只会说先瞎找到 如果没看到他怎么办 回来嘛对吧 再来杀小兵 哇 小兵赢在包里拖了很久 刚才那一幕 我觉得小兵在比包点前两分是没怎么收好 但是暂停完之后 这两分我真的是 我觉得小兵还是做的非常的出色 对站住 哇这个一滴滴的教练 有点 有点 有点那什么啊 看他 你看 他并没有看队员 他一直在看KINGZONE那边 哈哈哈 他想瞄一瞄对面那个 KINGZONE的教练315 啊 怎么样 我们这个暂停叫的还可以吗 你们叫暂停 想说点啥 我现在 上半场还剩两回合了 对 这个暂停 很关键 很关键 这两分下来 其实一滴滴再能弄到一分 6比3其实已经很不错了 但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觉得 你觉得KINGZONE下一把还会暴毙不 我应该不会了吧 没头没这么铁吧 这东西你说 说不上来啊 你不好讲啊 如果好一点是啥吧 你看前面连续报了好几把 连一滴滴都觉得你不会打我B了 早早都协防到A点了 结果你还是报B 就拿宫殿来说 就这种形象 你知道教王家庭最好的战术是什么吗 捞二楼吧 不是 消消耗时间啊 最后呢 阳攻B打A 对吧 就这个应该是 最最有效的 这个不叫什么好的 这就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博弈 就心理上给到你压秒 压到红秒的时候 我B点这边一给东西 一给东西 哎因为B点又报了 结果这B点这边是一波阳攻 这个是说的对 但是我们来看中 看一下听众会不会像我们 萧哥 这么说 还是会不会在头顶的来一波 应该不会我觉得 应该头没那么停 我怎么感觉 他又去了呢 不是 其实 其实你现在想想 就是对方必须 一直都是一个侧重点 对吧 一直都两个人 你看从头到尾都是两个人 那你必须只用给点动静就好 他一定一定会锁住他两个人 其实上一分就不是侧重点上一分早早都在A连 呃 放了 因为觉得对方不会再打的B了 打了这么多把B 应该要换一换了 我看一下 B东道已经是前点又去了一个人 然后现在 哎 去A了好像是包费去二楼了 这波 这这把应该是要阳攻阳攻一下B B点应该给道具B点给了烟 罗浩啊罗浩自己一个人去打啊 这啊这扫扰的好明显啊 这啊但是依然啊 哎哎哎哎 他B点又回来了又回了就没没骗成功呗 但是这时候我们看一下EDG的防守的一个位置啊 我A点几乎空的了就A点A2A 我有两个包点A和二楼只要把大坑拿下 闪啊大坑空的这个闪闪得到吗 就看包点这个冰冰哎 这个在烟雾里面杜超是被打掉 包点的冰冰也被打掉 但是萧一滴时间补到了A包点 看一下萧一两个三个四个 萧一啊 这EDG萧一在书房这边是从本来想侧重去补币的 他已经是很慢很慢的时间里面是跑了过来 在呃包点王冰被打掉的同时 他从小坑从书房那边是补到了这个A包点 直接在A包点这个位置里来了个四杀 就没办法 今天ED个人能力太秀了 哎每个人都有包点每个人 哇我的天啊 这五个人 你看那么今天五个人全部都有包点 你要这么讲的话 我觉得这把冰冰得站出来发挥一下 就差冰冰了 对 冰冰中规中矩嘛 哎上把战术是不是杨公米打A了 是 哈哈哈是所以说我刚前面我应该接你的话说 嗯就是说现在这个整个席位置我们十字俱乐部 我们整个市场上对于教练这个位置是 公这个球过于公的就是真的是打开了再就业之路 对小小哥你要不对吧 可以的没问题的 这个这个今天我们结束去喝酒聊一聊 嗯约一下呗可以不是不可以 去你们你们对啊 白亚也去哈哈哈 但如果说你来我指定 也行哈哈哈 我看一下这呃上半场最后一番 三个人已经是坑中来到了二楼的近点 呃两个人一个中路一个 哎应该是要加一波一点 哎你给了二楼一个大闪空闪但是 小翼小翼这边手住了三个 完了哎一下不来 这会小翼手感太好了 早早要过来帮忙 小翼应该要打掉第四个了吧小翼来了来了 这手感 四个啊杜超那边补的杜超杜超补的 这小翼小翼在在在在那边没空呢 1比2 这是跟中选的供电锁啊是 那供供电锁谁不会玩啊 白夏补合啊 哈哈哈 我说起来上半场这个7秒2比分 现在对于可以来说压力很大 是可以中在打什么我确实发现 可以中不单单就是今天他在整个的一个 战术的一个角色上面是出现了一些问题 这是第一方面 第二方面我觉得真的 就是你咱不说这个一地季的选手有多么的爆 但是我觉得好像听中现在确实就我刚 前面就跟你讲的 下午比赛都打的特别特别的年 有我觉得有闷有可能啊会受到就今天下午比赛的一个影响 但是呢在这场比赛我们可以看到 KZ的战术调整没什么问题 但差在哪就是打完之后的一些细节 对沟通对吧包括从开局我们都说他们沟通有问题 我觉得就是这样细节和沟通嘛 说话说的少 我觉得还是沟通上说的少 完了呀这 不会翻车吧 呃 这个我觉得第一局已经很难再搬回了 就目前这种看一下这个很难搬了 角色换完之后万一听中的防守也是 这个对吧 爆了各种爆 就怎么说呢 各种商品 铜枪铁壁你也怎么进不来呢 但是一地季不会投那么铁好吧 一地季肯定打得稳啊 所以要看一下一地季这边的潜伏 有没有一些自己的整个的一个进攻的一个套路啊 一地季肯定 这儿摸一摸 对吧 那儿摸一摸 先把你东西摸 摸空摸干净 再决定当的 我们可以看到端梦这边 哎呦 这是一个静电站位 利用一个 身法式跳上了这样的一个高点 但是 我说实话这个位置 很容易被二楼出来秒了 太容易直接一个闪声直接秒掉了 但他打的是第一时间 这个位置真的就是 我说实话真的是 加个G可以 就是 加G可以 打机箱太容易一闪时间给你秒了 加个G好 哇 齐心拿起来手臂 这个位置也有点拼 这边 一个人单臂 就有 队友过来了 已经过来了 啊 这边必须只是一个试探型 换了 互换了一个道具 但现在B点还没动啊 一地打很稳 我现在手7比2领先我慌什么 看一下这边 肥口这边还有三个人在空着 哎 来来来来 但是哎呦 来来来来 一场进阁这边的选手 五个 会不会漏 要给道具了 直接打了 直接给道具 哇罗浩 这边罗浩 白白 闪在西西在月亮 这边 应该要往小道这边跑 但是全部被堵在这两个小道 两个残血 宝典应该已经是丢了 两个残血 这边 冰冰也是个残血 这一分一地进理论上是有机会 关键这边B小他不来把他清干净啊 不来清 不来清B小吗 我这里可以扔扔点道具来清一个B小 要是全部走B小这边太挤了 有点人太多了 有没有道具啊 看下这边降位 我觉得是 完了又是一个残 三打五 三个大残 很残 哎呦 DoubleQ 一个 看下宝刀 哇两个刷 刷起来了 好打 一打二 哎呦 差一点 关键时刻刘小梦有时间吗 不够了吧 3 2 不够了 差一点点吗 不够了 差一点不够了 他猜的时候已经5秒多了 而且这三季我们的赛制是取消的 所以我说第一下我看到那个时间5秒多 6秒钟不到我就说不够了 哎真的是就这在取消的感觉 对于这个残局一定要把握好了 这时间时间感觉一定要有了 在这个B拱门那边靠的有点久 靠久了 靠的有点稍微的有点小久了 8比2这边下半场的第一分 EDG是 呃很惊险的拿下了第一分 哇刚刚这个真的是全是残血 早上还是非常的不错啊 是这边是换掉了两个 哇看到了 这边的位置暴露了 对 赶紧不敢在二楼这边再闪身了 哇刚刚这一波真的是 太惊险了 这边是A1的一个双架 两个人来一起请二楼 这边那应该就是 西西是在原点夹着二楼吧 在书房或者小坑的位置吧应该是 哇很晚你看就这样 换了一个位置 这边是 西西是补房到了B点换了一个机枪来到一点 还好没往前的 这风和烟 这边EDG真的是一点点都不着急啊还在空着 还在等 还在等 呃一分钟应该是要打了 中路这边又给了个闪反清了一下 呃 看样子应该是要打中路 因为二楼里面已经站好位了 就等中路一波 这个时间50秒了也没有时间再做侦查和转移了 这时候怎么办 应该是要中路集结了 这时候要上中路吗 中路抱一波 看一下A1 A进点A进点是有个双架的 A双架 A进点双架 拿出来 我直接被秒了两个 直接被奥换1 只向罗浩 但是二楼这个 奥楼这个小斌 罗浩这边顶住了 小斌没能换掉人 但是这时候二打二包点还有一个 拖住了 没有机会了 冰冰这边也是个残血了 漂亮 这边是补包点补的 这是特别的快啊 这是 最后小莫补过来还是他一直就在 小莫这边是第二时间就补了过来 包点就留了一个 最后你时间耗了太久了 最后就赌没有A要B 我觉得前期拖的一滴记拖的太久 而且拖这么久的时候 在各个其他的点位上也没有给到一些动机 没有信息了 对 所以说就导致就 呃怎么说只能说坑中这边 就是也赶我一个人B啊 哎呦 时间长正好两人错过了 没有没有 这冰冰是在飞口没来跑没来排没来排 冠军过来排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 一滴记也还是要在场景哥跟二楼 这动作好像是要轻一下中路 哎哎你注意到没冰冰都没拿去 又是要五个人要打一步快快打了 我就换机箱就是肯定是要配合队友一起去打一波战队 抱一波了哎这波二楼 看一下家伟这个大坑 手能不能守得住是个关键 这边断梦和家伟两个人大坑 这个大坑能不能守得住 直接飞 守住了好像 家伟和断梦但是被反扑掉 看下罗浩 三打罗浩在包点第一时间是换了一个是直接躲到了小坑应该是 躲小坑去了 这边等待队友的回房 两个高爆 炸了半血 保卫这边都已经回房过来了 哎哎哎续绕二楼了 这边也不敢放包 啊 带爆了他还他大坑上不来啊 对 这时候要管一下要去看能不能通过个人能力的发挥 冰冰来了冰冰现在主动来清一下把钟步清掉 熙熙怎么一直靠住拱门这边啊 这二楼要被反扰吗 看一下冰冰能不能去打二楼 哎 啊 在这个位置 不要想一想吗这时候 对啊各个点位 A这边中路这边都贴着墙了 二楼这边肯定有人是空着的呀 大一了 哎一打一 时间够哎还够40秒可以转闭 我待会哎 罗浩哎我这个刚刚听有什么脚步哎 是谁放的是不是担心他去 哇 正好这个时间差 罗浩是抓到罗浩听了一声 以为小平跳下来直接是连不去这个下雨道了 所以先看一下这个看到下雨道没有人肯定知道你还是在场景格里面并没有下来 两天中右搬一番 我本来刚才这个冰冰把中路这个青岛是有机会的只是说他忽略了这个二楼这个位置 其实就是等于说各个点位肯定就都要小心因为这个已经别人就是那个 都靠了那么久了 坑中就在等着你下c4在各个点位已经是靠 了 所以说这个切道具是在二楼上面是有一点大意了吧 西西看一下 我这个反应这个反应还是很快的对 而且确实这个时间差也是抓到了吗 这场播 KD的防守还是非常的成功的 参居这边打得非常漂亮 这个节奏如果下去感觉不好说了 这个8比4还早 说这个话8比4的时候还早 再来两分 再来两分 你再说这个话 这个节奏 对吧 如果说依旧能像现在这样的一个状态 坑中一直能追分的话 那到后面还真的不好讲 这番ED能不能扛得住 这边是在烟雾里面描迷了罗昊 罗昊应该是描到了 应该 这边是互相都发现了 那这边发现都在下尾道应该 提醒一下B区了 哎呦 都打这种极限的这种位置吗 来了这边但是这个B区不好打呀 西西一把狙还有队友在旁边 又狙到一个 虽然被闪牌了 但是留小默里面打掉一个 这一波没机会了 没机会5打2 哇 西西 这一波小默和西西两人的一个B点 2-5也是打得非常的不错 确实我觉得这几波 西西在包点的这个时间差 EDG 并没有选择先把道具铺好 是直接选择了提枪往里面冲 这个就是给到对手机会了呀 8-5又追一分 这两分感觉 来了 找到了自己的感觉 有点意思了 而西西很灵活又换位置了 他就是抓这种时间差 我觉得一把好具要有这样的一个对吧 来回调动自己拼 拼着感觉去找 嗯 这边 听众是 中路 a a 连接这边是选择了一个两人的一个顶房 这个二楼 哎呀 上来了 哎呀被打到跑步掉了 这个位置到近点了 这个位置真的是有点有点尬了 这二楼 这二楼 这一架包点 包点这边第一时间是补不过来的 这个有点伤啊 二楼应该洗手这个A包点就放了 看一下 可以的这波汇房 赶紧给道具回撤 这边包点也给了一个道具 小莫是应该在小坑 而且二楼拐角是有人断后的 两个人断应该是 啊 小到这边走了俩 但是二楼 但是小到这还有俩 跟你二楼口里边还有人 啊 但是二楼这边三个你吃了小吗 对吧 就站死二楼口 对包点这边近也是打不了了 九楼比五 这一波我觉得所有的问题点就是在 西西这个就是 这种闪生的位置 如果你一旦这个时间差没找到别人 你闪的这个 你刚闪完别人然后拉上来走到你近点 你再闪你就走不了了 关键他手是A去最重要的一个口 二楼口 九楼比五 这样压力全部抛给了KZ了 B点这边是只给了一个西西 给了一个西西 压力相大呀 这时候赌量这边好像动静有点大 西西赶紧是叫了队友 看一滴滴这边又要滚着打了 然后这边是火烟 又往外面是补了个高爆也没乍到 很有想法 哦对了好多人在 我看在比赛的时候也在问我为什么最近 你发现我们的职业选手比赛啊 并没有采用一些高爆啊或者说一些 呃这个这个这个就是就正常的这个我们的这个 呃红烟或者说蓝烟呃绿烟什么的然后都是使用了那个雷霆套装的那个 啊手雷啊因为这个和大家说一下这个雷霆套装的这个道具啊哎这我们先看一下这波 空爆反二楼 把猫栽打掉两个连接这边哎我直接刷屏了 这边侧身 现在稍微一个残血 我一个直接一个高爆带死 因为这个雷霆套装的这个手雷啊闪光还有烟雾弹啊 他都是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怎么说呢就是 切出来是比正常这个道具切是稍微快点 他有一点这个快手的这个意思 所以说就是 可以看到很多我们的选手都是采用了这个 呃雷霆套装的这个整个的一个道具 所以说也是在这里和大家说一下 很多人是不太懂所以在问 那比分是来到9比6 嗯这边一滴地仍然是有这第一场比赛三个赛点 三个赛点看一下能不能说 四个赛点已经被kingdon搬了一个了吗 看一下还剩三个赛点能不能搬回来 来了哇这边来清中路直接中路要一波 应该要先请吧但是连接这边小野 看到了连接这边还要对枪 哇罗浩这边是满血 打掉了小野 中路上来也不好呀已经被侦察到了 这边杜超打掉了罗浩连接点 死打死 这边只能商量已经到位了 不一定在空吗 哎呦 连接这边是强打了 小康里面嘉维打到两个 但是哎包点也被打掉小莫 一个小兵小兵一个人一打二有个残费 家伙要被炸死 一颗雷 直接带走 一一一一一 小兵面对上希西 很关键的参举 这边C4是掉在连接里 哎看到了 这边希西从书房是往连接蹦了一下 哇 希西啊 希西直接拉传秒了 那M4直接把小兵秒了 9比7搬回来 再搬一个赛点 这现在有点真不好说了 9比7 看一下ETG 要不要急着 哪里乱一波 哎 挡住 他们打潜伏还是有点 比如说我到这了 就感觉有一种剑在悬着我不得不发了 就到这我就打吧 就很少说有那种哎打完我能够 很快能撤回来 撤不回来 因为他们出去了就回不来了那种感觉 看一下这波Kindon又是选择了一个重防A点 4人 一个A1一个A宝点 两个连接 然后B宝点就留了希西一把G 我还B点这个骚扰的人一直在这个拱门外 是不停的跑来跑去跳来跳去 给到足够多的这个动静 给到希西再踢 不必须是回来一个小莫回来了 东西太大了呀 要摸吗 哎呀道具还手里还有 阳公要打上一点对吧 道具打出来 哎看一下这两个阳公怎么样 三个人在等 必须那动静必须这边掉了一个队友 好一万一了 A区A区还没打吗 啊必须掉完了A区 但是把小莫打了一个残血 三个人已经成功的进入到夜暴点 哦把人骗走了 这个阳公战术上是成功的 这就是 献祭式打法直接是把冰冰和杜超给献祭了 哎一个背身 死的二 哎呀这边也没打掉 那没机会了呀 早早一个人 能说很多残血 哎呦差一点点罗号是 残血在小坑里面把枣刀给补掉 这要让枣刀直接把这个残血再吞掉的话 一打一 这一位是残局很有机会的 而且还打一个残血 9比8 9比8 会有加时吗 第一个他第一个平均要来了吗 看一下会不会有第一个加时出来 哇刚刚这个真的其实我觉得刚刚B点这个骚扰 其实进去之后啊一换一完之后我觉得完全是可以走了 是就把这个B点拖住啊 不要说一定就是哎我就在B包点我送了 其实冰冰刚那个位置是可以再撤回来的 并没有选择撤 哇最后一分啊非常的关键 看一下 这边到底要选择什么样的一个套路去打完这个最后一分呢 一滴滴这几波其实尝试尝试了很多种打法啊 AA也打了B也打了 甚至阳攻B打A也打了就这种陷阱式打法也用了 看看最后一什么招都用了但是现在都不太管用 其实要打A去还是二波去真的还是觉得二楼好打一点 就你二楼和A1配合打出来了 得飞的下去对你飞下去吗哇这两个大坑大客两个接着看能飞下去 就如果这波要飞奥楼的话就看有没有道具给到这个大坑跟奥楼这块这个 头上的这个高空 顺白如果能给到这个大坑我感觉还能跳出来如果给不到那真不好讲了 哎呀 这哇这个我太太上了我的妈呀 这咋的直接飞一个大坑还有一个 玩点罗浩跟大坑 包点的罗浩 能走掉吗走不掉了吧 小艺还是一个残血了等队友队友这边马上要到了 队友这边赢赢回王过来 但是二打一变成要打一了 西西一打一又是西西跟少招 刚才西西可是一发秒掉了小兵对 看看这面对找到一兵这边已经锁定了包点的位置 西西里面要横拉 已经锁锁死了找到位看到了看到了 屁这边有个闪光弹啊 西西没醒了被打了没醒了对被打了个头 只剩9LB啊 找到关键找到也很稳的呀这个 没有看到你跳 很聪明 我就在拖这个时间还敢拖 想拖时间吗进到包点 你这个包点不会偷拆吧 哦呦差一点 恭喜一滴滴率先拿到第一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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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各位观众比赛已经嘎响了 来到双方的第二场滴滴模式 照亮一开始双方在主盗 就进行了激烈的拼抢 对 我们可以看到 一滴这边是在主盗给到了听众 足够大的压力 这边找到和杜超双双的一个双杀 完了呀 上来8比3了呀 这感觉就落一圈 哇 这 小义直接是压到了主盗大口前点 看一下这波怎么办 不停的打点 这上来分叉有点尴尬 看一下天中这个临场的应变了 关键现在这边一滴三个中防 三个中防你能抢下吗 但是罗浩这边是应该要想去偷家 看一下一滴记者整个的一个卡夹 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我就开局节奏就直接卡 卡起来了 对 因为主盗中防里都丢了嘛 小义这边卡夹也直接卡掉 不给你任何的机会 这时候听众怎么办 主盗出不来 中防也进不去 说实话一上来一想抽一下 大家都记着你的名字 完了呀 出不来了 哇 冰冰这边变了两个也很专了 这时候主盗又出不来了 绕后 飞 又是安在家里了 这边这一波又是安在出口 很难出 只要主盗这边 其实有冰冰一把鞠架子下面有个即将配合 两人中防还有个人是自由 补就很难很难去打了 关键现在主盗这边是很难再出来了呀 这怎么办 这边想复格金钟三个人 三人想复格金钟 见得了吗 这边中防也是有两个人的 哎呦这三个哎呀 这边第一个位置就没了 第一个没手 哎呦这还要往下飞吗 哎这没有办法 但是飞的有点 哦 家伟这个飞 吴超和导导 是不是手里都拿着闪光在往 拿道具拿道具 拿着道具是往外 想往主盗这边补道具的 他没想到家伟敢这么飞 对 这波 小平来 K总终于是把主盗和中防同时拿下 但是一滴滴这波是想怎么样 远点区 接飞哎感觉小兵那边绕后要成功了 屁股应该是有人的 这边应该是打到人了 中防这边是见人了哇 这边想从这个别人家的主 啊这边是进中防 对面也没能进来 但是这一波 主导跟中防又是全丢了吧应该是 一个 两个有三个吗 我家家伟这会状态不错啊 找到这边也是把屁股是清干净 好了主到这边又要火拼一波 但是找到这边一个人在中防顶住了 而且帮忙在主要寻家 这时候你怎么办 这主要出的好快啊 三十比二十九这边听众也是慢慢的把比分追了回来 但是能不能持久 主到这波的五为五吧 四三四三四打五 这波又是没换到 感觉这会两边对我打开了 家伟那边又是一个四杀 在提提上已经是他的第二次四杀了 对 这会主到拼场有点凶 感觉上方都在开始以主到为核心在打了 我看到附和人都不断的往主到这边增援 对 就是只要有机会有自己有一个队员是在主到这边 就是不停的在往主到这边 还在出 你看这边还在补还在补 五脑出 中防中防这边断梦 哎这边看到KZ将比分第一次反超了 对39比38 一滴机这边好像有一点后期 也不能说后期的中期这边 40个人就有点咬不住了吗 这边我觉得还是主到上面的压力 可能稍微的有点大吧 对 哇 这效益是把打掉了强行 通过个人能力是打掉中防打掉两个 哎这边后面哎 附顶两个人前后脚 两个人 家伟又从主到这边从中防飞到主到来帮忙 好走到前来偷 偷到一个两个 两个 走到 有没有三个 他后面还有个兄弟在偷呢 你看后面还有个兄弟 尴尬了 这个这个小兵如果再浮到下再cow一下 就还能好一点 中防又被打掉 我有小莫这个心里有点啊 对有位置 这边是直接拉出来 横移是偷到这个下面的位置 19比47 听众小莫这一波五杀 这边一点不贪 负面打完之后再回 六个 墙好稳啊好稳 哎看富二还有 这边下面人太多了 哎不知道找到他这也不知道这怎么知道 打掉一个 小莫这边又是补了一个 什么五三比五三平 比分条很紧 对 而且你可以看到主刀是根本是不愿意放啊 这边加尾的弗二给打了十八个 差二十了 反观一滴七这边就大家还是比较平均的这种主刀又飞 这会儿中方感觉kd空的非常稳啊 对 他不管什么样的情况下 他都想尽一些办法去把中方去拿下 中方 但是一滴七这边好像是有一点点啊 小脱节都在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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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在送啊 小莫这会儿也开始爆了 这时候啊 有感觉了 有感觉了 这边命连六十比五十五领先了五个听众 来可是一滴季选的图啊 这现在都是谁选谁输吗 哈哈哈 对啊 两个这边一滴反打一波中方还有一个罗号 直接清掉 这边主刀也被丢了 这边k 呃 一滴又是再次把比分是追了上来 只罗后两个 而中方失手这个是最难受的 主刀这边反清 被闪白了冰冰 一个 调点能打掉吗打掉 我这拨一拨刷冰 几个再次反照比分 铁墙 啊 熙熙中方这边是熙熙是补到了中方 但这波k 诺子呃 我看一下这波主刀还要出吗 熙熙中 再输 罗昊是被打掉 哇这边发了人家没有效果 直接顶着白就这样跳了吗 这个有点太冲了 这边全是吃着想往下飞 这个飞的有点 但是这波偷家看一下小莫 你们注意到小莫偷家 舒服一下子帮助这个天宗是把这个主刀是抢了回来 把节奏把节奏压力啊小边 哎呀小边两次特压力都没有效果 一个 看一下这波一地要不要组织一波反进 75平 比分来到一半的时候双方再次打平 我刚才一地那波节奏挺大的 这被小莫一波 偷家的小莫这个吃闪的一瞬间直接一个三连发 秒掉了一瞧的杜超 主刀下想偷再次没打掉 这边一地记好像有一点犹豫啊 不知道到底是想去轻负面 还是来拼这个主刀 就大家好像是在各自做个自己的事情 这边这波反进能不能成功 这边找人没有找到 小莫一的三杀 这边一直在凑 总法这时候 小莫这时候根本就是拖着 拖着我等到我的队友补进中防我就有机会了 我小义这边还在变了 86比80 听众已经领先了五六个人头 还在打还在打 而且你看这边 KZ一直在从负面 我负面四个人在进中黄 对他就想围绕着中房 想把中房一定要拿下 先把中房敞下来的 就是一笔85 这边人都好像有一点 渐渐要拉开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我现在还是一波的事情 走走中房还是要进 这边小默是打了一个之后 直接效果负号那边了 中房应该是进不来了 不好敞这个中房不好敞 这边没有人来帮独抄吗 这还要拉吗 连续被打掉三个 那这样的话房里只剩一个了 房里剩一个 谁啊小斌中房也是被打掉 这边KZ进中房 至少两人一起进 至少有两个 98比90 哇你看一下KZ这边 家伟和小默两人加起来的60 两人在飞啊 哇这接的三个 哇今天断梦这位新人的第一个show time 这波在中房是空住打掉三个 也还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 又要飞四个这波 哇这要上去 104比96领先了8个 EDG压力很大 小默这波投加又再次双加 这边EDG的负面压力很大啊 感觉好像这个管不住这个负面 对中房现在目前就站就 把控的率应该KZ这边比较高 嗯而且他们负面投加现在 KZ这边看的很死 小斌几次投加都被打掉了 就不管这边KZ是怎么去轮换啊 就去这个补这个主盗 然后就是总是有一个人 是一直会管的 自己家的这个负面的 这边主盗又要这么出吗 还是打掉 这波四杀 吸吸 好 来1比104 用来偷了 父弟家位这边来了 这 触角 不还好房子面这有点多 哇冰冰来来到房子里了 啊这面面过点 这个不管是密联过点 还是复合进中的人都特别多 压力太大 KZ这边走了两个米的 看来两个人要从密道一起去偷吗 看来要进入到最后的 要打一个卖一个了 对 已经到负面模式了吗 出来 打掉一个哎看到了 没卖成功 出来补了 我这这这干嘛 这拼 哎 这就这还换了两 有点 这会儿先呈中防负面保卫战了 主刀现在好像打不起来了 家伟 哇这边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机会了 已经是领先了10个人头 终于反打一波 还有机会啊感觉这个比分看来 太难了说实话 这边小语又是闪针打掉一个 你看这波主刀 后续又是道具打得太早 当后面队友是 等你道具打完之后 别人反了一个伞之后 你磨叽了一下 然后你第二时间再出来的时候 对手 你这个闪光也闪不到别人了呀 所以说这个扔闪的同时 我觉得就是说 还是要结合让队友来帮你奔 这场K内 小莫和扎卫两个真是要带着队友飞啊 感觉两人要双 两个人 这个反而感觉要双四十加 对 35个一个三十一个 现在中防进来两个背身 早早 三个 但是是不是有点晚了呢早早 看一下这时候想要扳平的话 真的必须要有实际啊 关键这边在负面对枪 你发现没 KT在这个负二楼三桥里面对枪 好像很扯 在密联口 在等 现在因为比分马上 这边KT要到达130 进入到比赛后期 后期会打得非常稳 来了 这边主导要进行一波反打 但这边脚下有人没有收点吗 没有 好 又是一波二换二三换三 小兵这边在阴在一箱后 是阴掉两个这边消逸的一个WQ 负面那边清环 还要早就没有来 哇 希希回头直接一发带走 一个 对 把希希的残血给打掉 134比125 中防这边怎么办 多少一个人 命连 哎呦 这个小莫在命连又一个双扎 对啊 走 主旺 Person来了 听到小莫的爆点也是非常的激情 141比129 很难追了 ETG 最后的9个人了 哇 这边嘉卫的 B vooriger 達到41个 小莫这边39 你看那还真的要创四十了 双合带飞 这边西西游带飞又拘到一个 感觉比赛要进到最后的一两波了 对 这个应该是 就真的是有点奇怪啊 真的这个听众选供电输了 ETT选TT 然后谁选都谁输 对 这个大家都是抱着 以学习的态度来选图的吗 就是哎 这个图我打的不好 我选这个我要得多练练 不能够吧 最后最后五个人头 KJ的双合现在已经全部吃了假 真的双合带飞 这边断梦的一波散架之后呢 最后两个人 看来我们要 马上要恭喜KJ了 最后一个 好的 也是恭喜一下听众 是扳回一分 这边更多讲 � yêu 不可能不给我 如此 两个人 两个人 这边就让她 很好 好了 比赛开始 来到双方的育小队 哇 一开始 这边上就压了 这边抢的那边顶的 直接撞上车了 这边是 现在这个抑郁 这个A大道 真的是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激烈 上来是进行了一波二换二 然后现在是一个三大三 但是端梦这边的一个血量 也是比较的低 来看一下 这边是很担心 这边这一波 第一时间来抢一大 这个中路和 B点会压到近点 所以说希希一直在管着 管着自己的杯声 刚刚这个正门 不知道必须有没有压 不知道必须什么情况 冰冰这边是有点冒失了 A正门直接自己 这边还敢拉出来 你要不是直接就闪闪声 看一看还好 直接拉出来 就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战外人数上 我们看到 KD是占据了优势 3.2 两个保卫 依然没有离开A区的防守位置 就堵了 这叫堵了 关键潜伏也不着急 依然一次性 他现在就 只要里面能判断有人 我们就打另外一边 这边早早要不要出来 他现在只需要看到一个人 还在架 就是这样 早早出来了 中路烧兵 补仓没跟上 因为在这边 L点有点深 这边是绕了 这边看一下 但是小兵这边 同样的是从B点那边过来 小兵心里有没有人 哎呀枪碎了 这边小兵刚好是赶到这个时间差 1.2 谢谢 这样的残局能不能完成 看到了小兵 这边想一发了 队友来了 这边应该要起来抓 这个残局小兵立功了 中路突破一个 再必须突破一个 1-0 这边一地区拿到第一分 这分本来上来先是 一地区有优势 然后王斌在这个 正门这边漏了一下 大一了一下 被换完之后 又变成听中有优势 结果这就在要打一波的时候 这边小兵又是从中路顶了过来 然后又变成了一个一地区的优势 哎感觉一地有点放开了呀 这一改这个 你看第一场打了多保守 这上来开局就 A大就直接压上来了 这个怎么说 放开了放开了 制定的战术吧 看一下这边 第一时间五香送一个 然后去一个A连 做一定的侦查 然后有点跟B点 斐甲这边都是有人在架 哇小兵 这边是架了一个中路摸牌 就溜过去的这个位置 就卡一条缝呗 这个西西真的是 就专门在烟雾里面找人吗 烟雾游侠 还在慢慢的卡点 一点都不着急 家伟在中路这个金点 三个人要想亲一下B 应该要第二时间来排一下B了 哇这边三人赌防A区啊 一地开始赌了 那如果说这边一旦摸B的话 应该是要大B的呀 因为这个时间这个时间点来说 那看来一地的A点赌防可能要 要失败了 而且A区外可能还会有人去做骚扰 来看一下小莫 A点压出来了 这边哇小莫在A点这边就是应该是一个时间差 那确定 时间是被藻双抓掉 这时候藻双应该判断出来B点要来 A点应该压掉了 这时候B宝点要进吗 小兵看到了 哎呀B这边藻双是稍微的有点着急了 而冰冰下的凹槽这个点是架过包点了 现在包点还没有人上来 这边道具扔的太多了 罗浩这边已经是一个残血 包点应该是补了两个人了 但现在时间还是十几秒 这边还没进包点 包点人还是有点多 好的 冰冰杜昭没时间 没时间 剩下多了一个细心 杜昭在拖时间不敢下包 没时间下包了 这边其实就是把包点的 就你们去换吧 你们去送吧 只要把时间多了 不会给他时间下包 我们就赢了 这边杜昭一边杀着人 一边说他没时间下包 一边没 这个真的是 不太像一个新人学手 能做出来的那个事情 很有经验 还给你打心理的 2比0 扫名字的吗 这个细细真的烟无断 在他这个视角 视野范围 这个在他这个视野当中 应该是属于一个 直接屏蔽掉了 屏蔽的 这边我们看一下第三分 听众那边到底应该怎么办 这边家伟也要来办一个突破手了吗 这边我看 这边也要 哎呀 这个细细卡掉了 找到 对这个时间差 怎么说呢 当可以从这边去摸酒吧的时候 呃 希希就是帮你瞄这个酒吧 这个三十的位置 我把这个位置 K得选择转点 但是 是因为中路这边 家伟 嗅到什么味道了吗 还听到动静了 没一点 看一下两人的防守 肖义和杜昭 两个人想 而且回防了 小兵回防过来了 我一四个人 现在三个人在一包 这边要强强打了 看一下这边要反闪 这边要反闪 耳朵都白了 这边应该是 这边要反闪 哎呀 这边打了四十的 这没办法了 这一波 第一个正面的人被打完之后啊 后面的就是 还想往下飞 这个而且没有跟着你自己的反闪往下飞 这是不可能飞得下去的 这边啊 K总拿到他们的第一分 看似一滴机那边好像赌对了三个人 但是呢 啊 闪光到底大家还反省之后呢 还是一滴机那边先吊人了 这个其实刚刚那分还挺悬的 其实要不是这个可能是怎么说呢 呃 K总这边的五个人都在吧 就是应该是同步的一波道具打的比较好 不然这波黑豹点三个人 这个四大五的情况下直接还三人赌A点 还也蛮拼的了 是 哎 冰冰这边要找西西啊 给他找 西西要来了 看能不能遇到啊 来了来了 哇 这西西很有很有经验啊 两人没有缘分 正好时间差过去了 细节 看一下西西又带着队伍来排这个B酒吧 这一枪很关键啊 第一枪哎呀哎呀被打了两枪脚 他正好期排出来出来哎呀这个闪光 就哪怕这个闪光闪到了也不应该出来啊 你这个位置你肯定是反闪去打的是这个 这个 酒吧怎么的酒吧来酒吧挑点的经典的人啊 这个自己的位置现在会比较尴尬 这边找到一个人啊藏到包点看一下这边过点打掉 这边出来之后是被扬他 哇 这边甲伟今天手感有点好啊 小磨这边恰到驻扰了一个身后对又是一波非常不错的 这边好像在说什么 这个是谁 听不太清楚 他说说了一句什么 他又站到上次训练的那个位置了哈哈哈哈 说了个说了个说了个什么我声音有点小没没没没没听清楚 啊贼得很哈哈哈 可以在这边连班两分对目前打着2比22比2 开始纠结起来了 这边中路往边要拉出来打一枪吗 哎 没你看每每次这个感觉冰冰这个站脸就差那么一点 就再多站一会可能哎 差了点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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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东西对吧 这如果是一个原因的话只能说你差了点运气了 对 这边吸气就非常稳了 就闪 就闪 三秒闪一下 啊 好想了这么多次没人算了 来还是同样的路数 继续新酒吧 还要打B 哦 B这边 家伟直接是摸牌 打掉了枣筹 在EDG这边 A点人要回的时候我们看到KZ可能要做调整吗 98这边已经是摸过来了 现在EDG很慌 这手到底应该怎么办 哇叫摸潮直接要摸潮 但是乔这边好像房里面只有一个冰边被闪白了 直接被打掉 这边乔一直很长时间没人看完了这又一个大侧身啊 夜房这边又是 消异这边应该也是吃了个闪 这次引安放 而这房子已经被堵 堵到这里 而且A点留小莫里面还在打包夹 我的天啊 这一波 小莫在A点打了俩 应该是没了只剩个路抄 只剩个路抄一个人三打一 哇小莫这波没得又是一个三杀 哎这波我觉得就是 呃 EDG想中防了又还是想中防A点 然后把王斌一个人留在B 但是留在B的同时就是 中路啊上还有包括这个桥 桥这条线包括B包店这条线 就是说三条线都是给到了王斌去防守 但是就是 刚好就在这样的一个站位上面 听中是选择了一波B点加桥 这样的一个加工 所以说是当第一个人直接走到桥 都走到这个 呃 就是 呃谁的脸上啊王斌的脸上的时候 直接就是就没办法补了嘛 哎小莫恰到好处了 从A8点又绕了绕了绕了绕绕 绕到对方的一个回防身后 嗯 那这边我看到在 连丢三分之后 EDG里面是请求了一个短暂停 参举一滴这边确实打不错啊 第一第一波这边 一号小兵的一个出的发挥 马上一个看 然后呢KZ现在找的感觉了 还真是吸吸里容了 把把都吸上来 砰上来间给你 呃建立起一下优势 关键上半场你EDG但是可是优势帮保卫啊 你保卫如果说不能够建立优势 你下半场就很难打 嗯 这边啊 我看到他们的教练是不停的在跟消息在沟通的 什么 这个不是我早哥指挥吗 哈哈 那应该是教练在提醒刚刚队员发生的一些小问题 和失误吧 我觉得应该是 这边小梦现在也是 真的是成为了这支队伍的一个核心大腿啊 小梦在想待会去哪偷那么呢 连续两波的一个一个非常 灵性的绕后啊 嗯 哎这边再跟早早说了 嗯 好这边我们的暂停马上就结束了 嗯毕竟是一个短暂停很快 看看这一次暂停有没有效果吧 确实这连丢了这三分 我觉得一地的防守真的是有点逐步被瓦解的 嗯 怕上来掉一个人 然后呢就开始被被夹 他马上来第一件事情可能就是要不就是又跟那个第一分一样 这我可能会顶着你去和你和你打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就是减少上来会被西西抽掉的这个样的一个 呃危险性啊就是直接就选择就说说到很远的位置 嗯只要你上我就跟你直接就是跟你呃怎么说呢 那属于叫换人好暂停结束之后我们重新回到比赛 那目前双方 这边要一天直接抱一波了应该是往这边集结 只要打一波快的吗 看下这个哎这边小的口要纯 纯纯于东啊这边 杜超一强之格哇直接秒两个 按住所见不带杀手的还进吗不敢进 真的这拼完全拼反应啊 哎呦就这还打了一个二十几血 够了呀这样的位置直接秒掉两个 看到匪夹是不是已经有个人了哎呦 小斌绕的很快哎看到一个不打很聪明 这个绝对不打的打后面的啊这边后面肯定有肯定有打了打了打了一个 这边来那个 哎哎哎哎哎哎呀哎哎呀 low点那边还知道 他好 哎我点过去的一个没事 七很难受 全呦 committees 哇直接这个没办法这几张空了就直接把人放到金点那就没得了 quarant一个小茉一打ED有没有机会 要机会这个暂停是非常的有人话 战停完回来之后有一滴机直接是拿到了一分 管你还是赌到这个点上来对啊 一号真的是反应秒掉两个嗯 这个小赵这个前点这个位置 真的是属于真的年轻人 年轻枪手的极限点 这个位置真的是比较难打 但是怎么说呢 刚好这波Kingdom也是选择了这样的一个 想第一时间直接五人爆发 A点这样的一个战术吧 然后也没有给小赵 像有些队伍去亲这个小赵 有些时候会给小赵金点给个雷什么的 就是杜招位置他们可能就没想到 因为第一天抢过来 你小赵没不抢点 那我都准备对吧 往里面摸了 怎么会突然洞口里站了一个人 3比3 这一次我看EDT必须前压了 这个酒吧 不再给你轻易的 每次这么轻易的上来了 这就是他的整个的一个调整的一个侧重点 上来如果你说你来亲酒吧 因为前面好几次都是亲酒吧 但是酒吧少到第一时间 又掉了被打掉 但是我还有一个人 哎呀这个小兵拉的有点深了 哎萧毅刚刚也在桥场这边 这都撤回了 三打三 再来 A大爷压出来了杜超 哇 A大爷压毕业压 要确定这位置 这边马上要遭遇 一个又是打掉萧毅 这边知道还有 这边发现了西西的位置 又是打掉萧毅 这边一个人在酒吧杀了两个 三打一只剩一个小莫 那哎 看到看到了 哦直接是 直接是一个这个雷是 我没看到我这个雷是怎么炸死的 直接在弹道三楼啊看到了呀啊 啊 爷小莫的血量还是有机会的 哎又打一个了半残 杜超也被打点两枪两个人要平枪了 闪白 两人都都白了啊 说来 在跳起来的同时是被小莫打成了残血 这波小莫是一个一位三啊 我的天啊 小莫残局的一位三 这 没办法因为这样那样杜超的位置吃了一个闪 他很担心小莫直接趁就跟着闪就过来吃 所以说只能 不断的这个开箱 或者说这个自己直接就是往下飞 往下飞的同时又被打残肺直接摔死 终于我们的画面右上角看到了 冰冰率先把气息给剧掉了啊 看看这是不是一个 第一来说是一个好的信号 这边手刀又是进行了一波一换一 你们直接长进了 还往里面进 冰冰 没有机会二打三 小兵这边从A连回房 两个人应该锁死在爆点啊 这边是来卡一下小小小道口 两人想一起拉 小道口小道口小道口 小道口最有一个小道口的位置也被锁定 哇五箱的位置 这个这个高棒 炸到一点炸到了一点点 但是短冰这边的枪法也是出现了一些小问题 等一地界又搬回一分 哇双方你一分我一分四比四 所以说说了吧就是不像供电所这样的就是保卫优势 呃保卫潜伏这个优势是比较大啊 或者也没有说双方就是 呃说明显的有什么缺口不短腿或者这个图我打的不是很好 那个图是怎么样的 就来到一域这样的图就大家会打的真的是会非常的纠结 对 感觉这会双方进攻 然后尤其是K那边进攻节奏有点加快了 而你这边嗯 开始往前 就是正这个防守阵型开始往前压 他打了两波就是稍微快一点的就是集结这个A点外嘛 就是想来打一个出去不进 但是每次在做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都是被一地界发现 直接在中途当中就跟你进行了一波换人 哎我好担心这边找到又被拘掉 哎呦终于找到在窗口啊 而且西医的价值的情况下瞄到了一个 看一下西区这边是来到了b1 很仔细的拍点 哇这边中路中路被啊中路这边消路这边 在桥头看一下消逸这个位置能不能站住脚 这边中路只有消逸一个人吗 对必须前压了 酒吧前压了只只留消逸一个人 那西医要上了半天没动静 那西医肯定要一点一点摸了 哎呀抢水了后面敢不敢上不敢上 没血了他被消逸打上残血了 对比这边也是到了经典 哇他必须压出来直接压出来了 哎呦 早早被家伟这边看消逸这个点 消逸能脱入能不能打掉几个人 这边b点藏了一个消逸 啊这边被绕过来了 第一的背城是偷了一个 那这波没了呀 啊哎一打一 巨坛二打一 家伟 剩下一个残血杜超 哎我这边刚好 向康被你这个 挡了一下我以为是直接一打一了 这边家伟的一个三伤 对关键时刻家伟是站得出来 帮助到拼中拿下了这一分 我真的能看得出啊 这边k的个人能力真的是强啊 你看他们在残局的时候每个人都有人能够站出来一为三 小莫这边这个一个本来是自己是属一个放单去啊偷人的或者说是一个单点 这个直接是其实小莫在这个上面的几分下来之后我觉得小莫的整个的一个就是单点啊就是偷背城啊这些就做的还比较好的 小莫今天状态你看从td开始就一直不不错啊手感也来了而且意识非常好 你看刚才那几局残局包括他的灵性的绕后都拿到分数个大多数都跟他有个人 这边也是所以再次强调一下体现出现在小莫在听众这个队伍里面的一个价值啊 但反观一地记这边对吧 其实比赛开始的时候特别是在第一张组听众选宫天所的时候能拿下之后其实对于这场比赛的渴望胜利的这个渴望啊我觉得已经是 越发越强烈但是不知道怎么td怎么就打成这样了 然后现在这个我觉得抑郁也是稍微的有点呃有点被别人调动的或者说针对着打自己的有些东西 也发挥的不是很好 呃 曾说是不是还好吧5比44个比分对吧嗯 同 cual都能减少 只是说一地比比较遗憾是他是先选保卫一方 来看看双方的下方章的比赛 好 сами胜利的明白开始双方炎手呼唤 保卫这边是kst 啊这边 initial 单潜城进攻 地时间上来也是直接不管SSC21直接是中防一点了 第一分都中防 三个三个哎这边第一次也抢到了 对 哦要让冰冰来试一下吗 小的摸牌一下 哎呦 哇这个反应 这只有好像被打头了 只有5HB了 这就体现了这个武器的差距 上班王就变成什么说呢 呃我觉得就是 一定肯定会有像呃上班上听众那样 会有一波这个两到三分 感觉会直接也去 这个就是直接就是连蹦到这个一点外 直接是选择爆一波 你上班上你不也这样弄我吗 我也来这么弄你 对吧 看一下第二时间摸牌了一下B98 B98这边应该是小摸在看 在包点那个挑点箱那边是 跳着两门看 不停的跳拿闪光 还不来 跳了半点 哎看到了 看到了这边是打马路的一个闪 哎他想拉但是同时也被闪拔了 这边看 还叫拉小莫里面打两个打了一个残 小一把小一打他这边能不能溜进去 哇 哇 这个真的是在烟雾中看得很 是真的假的你们这些人这个烟雾啊真的是 但是没办法 短梦一个 两个有机会吗 残血的一边 考验我们的年轻选手的时候来了 看一下 怎么 想找人 剩下一个闪光 那基本上锁定了上下隔一 就被小冰铁收掉 不像话 下半场我们看到是我们的一滴地拿到一分 嗯 5比5 这注定是一个你分我一分的这样的一个局啊 好焦灼啊 smoking grenade 吸吸这个真的是烟雾当中 我都说了他这个烟雾是真的是无视掉这个烟雾 他在这个烟雾里面扫名字真的是太厉害了 感觉很好 这边再次集结到了A点外 看一下这波A点是一个双人的防守 会不会还叫王斌过来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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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刀口这边被加伟一个人给堵住了 小刀只要第一个被堵住之后后面就没办法再往里面走了 又是冰冰够了够了够了 这个位置换了三个还要怎么样 一颗雷带走 小摩已经来到这样的一个背山 但是被冰冰抽掉 啊感觉这个残局要抬一会了 这边冰冰撤了啊 就知道A宝点此时对方防守队员已经回来的人很多 而他的队友萧毅这边带包已经摸到了宝点 感觉到不对 我们看这边K队的人也是开始往B回房了 好里面C4已经安放 看一下二打三的残局 还是看冰冰我觉得这个这个残局就看冰冰第一枪能不能先打一个 对第一枪如果先打一个我哎发现了 感觉要吃提前签啊冰冰这个位置 他这个位置跑不掉呀这个箱子 这个位置选的这个选位选的有点差 一个 我把西西扭头 回头直接一个三连发锁住你带动你 我都看西西的步枪有时候M4的停车啊 刚刚在供电上 有有一个三级就是西西 一接两类发带动了小明 是在那个一一为一那个在那个连接一个一个连接呢 有些时候 就还是拉出来这个时间差这个枪线 有些时候对了 对吧那你不管 感觉来了不管对面是谁 这个都没有用了 可以从慢慢是找到了比赛的一个状态 在持续的不停的在拿分了 这时候一地季要是再不去想想办法的话 感觉会有一点打的会有一点懵啊 可以的就是把把赌方啊就是三个 因为要是不来 我反正必点我我就两人 对吧而且像西西这个局也架在这 对吧我也不怕 反正必点留给西西去玩了 西西这边是管了一个中路加桥 管了两条线 必点这边前点应该是放了一个小莫 必包点在那个箱子后面在跳 一地季开始就求稳了 开始选择慢打 小莫还是在这个点啊 之前网卡有一封游戏也是在这边跳着观察 看一下这边是比前面出了一个枣筹 中路冰冰可能要来上来摸牌一下 这边三楼居 哎扔克闪光中路这边要上吗 直接上了 这个闪光应该都吃牌了 这时候闪光打完之后西西应该怎么办 西西应该是没敢往下走 没敢动 看包点看包点这边小莫 我小莫掉了 西西散了这位置很尴尬 我去那个我把包给顺掉了 我知道我两个第二个西西有没有第三个 有人要上来再再来一颗雷没了 我西在这位置从头到尾还鞠掉两个 他以为我看到的第一时间就是别人上次没看到 然后打个闪光我感觉他会第一时间跳下去 但是并没有 三打三的一个残局在回房包点哎漏人了 家伟直接把包点处了 两个哇差一点那边早是个残血小兵也是打掉了 你看段号 哇这波小平是站得出来 哇又又追平了 你一分我一分 六五六 还是怪我开赛前就讲了一句 这个可能是会进入一个比较纠结你一分我一分的一个状态 确实这两队开始在异域上面就是 呃展现出他们该有的一些东西出来了是 啊我以为就是西西 但这个烟应该是钢人钢人还没还没有散动 散还没有散开 这边我们第一时间也是在来到B点这边是打掉了B小到 呃小到口的一个防守队员 这边B打掉真的可以考虑中路啊 可以中路搞不好事情 这个 必须完全交给西西一个人了 就留给西西一个人了 这边边边又是要来摸牌一下 感觉一地这边发现对方中路的防守其实蛮薄弱的 就每次来中路没有什么抵抗 就这个B一下二道随便来 一般第一时间没有人顶 然后中路也没有说第一时间会有遭遇 哎呦呦这边西西逼的地方狙掉对方的狙手 那这边一滴滴旁边没 冰冰的狙旁边总是没有人啊 看一下这个时间他能不能载到 哎这枪空了要抓 赢到手枪换了一个 哎呦这样的位置还被他切出手枪直接打掉一个变成一个三打三 找到又是呃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下 我刚挺担心找到会也被西西一枪直接是带走了 还中心点小破掉啊杜超 一打一找到面对罗 看下现在下C4 一为一的三级 找到选择卡在坡上 忍不住拉出来打两枪 两人是互相换了一下血量 能够闪光的拖一下直接秒掉 这个关键时刻你说 怎么说的 毕竟可是拿下这个决胜局关键参举队 再次帮助到一滴级拿下 非常非常的就这个第三回合的这一分 我觉得这一分很有可能会是一个 就是怎么说 呃 这边叫暂停了应该是 对 这边是招优暂停 现在是一滴级领先啊 7比6领先对手 我这几波的一个一个进攻残局 一滴级拿打得非常漂亮 而且一滴线进攻就跟我提的 他特别舒服 不管是摸你B摸你中路啊 就是啊 这对方你给不到什么压力 因为B你是在在重防赌防这个A区 所以你就腾不开人手来来观察这个中路和B的情况 还是没找到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方式吧 而必须就感觉把西西一个人留在自己玩了 他有这个能力啊对不对 感想赌防的几波A区其实都没有说太多正面的一个碰撞 而取得一个很好的效果 所以KT要想一想啊就还要不要这样一味的浪费这么多资源去中去懂去这个 中防赌防这个A 还说我把人对吧 分到中路分到B区来来打一些主动一点更加有轻点 不是不可以尝试 虽然前面也用过就比如说 第4.98去三个 你要不亲了我大概什么样的时间段 我所有人就往这边靠对 对 但如果说你亲了 我是不是第一时间就是让你打打 我可以直接把这个整个的跟你这个包点的战场 可以直接拖到我这个前前定的这个战场上 反正这几分看了看来一致也击到对方A区对吧 你看每次打B那么轻松上 然后对方都从A区回房 他心里也清楚对方在赌防A区 就看这个暂停之后KT这边的防守吧 能不能做出一些调整 因为一位这样一直在赌防这个A确实没有效果 真的是要调整一下 哎吸吸吸吸这把G 一个人玩的确实也很危险 看一下这边应该是比赛是顺利开始了 我们看一下 这最后这几分到底在第三张图 今天对于这两支队伍 EDG和Kendron到底谁能拿到他们CPOS15首秀的一场胜利 手上对吧还是在赌防A 还是赌防A 坚定不移继续赌 就看EDG会怎么选择了 这个毕竟EDG他打这个打供电的时候 他是真的是投铁 可以一直打B 然后他就可能说现在的Kendron就特别担心 他就是他都这么久没来包围了 会不会这把来包围了 就一直决定 那我就中防 不过他这个策略有条件了 就必须 这边酒吧好像放 来到去到了酒吧闲点 对去观察一下情况 这样的话不至于那么被动 而西西我还是一个人 在比方 又看中路看B 就反正这个就赌你 要把他打A 打B的话就看这个 西西跟小莫了 好像小莫吧 B就把他签订 就看你们俩了 3号呗是 EDG打的也是很有耐性 你看这中路反正没有任何压力 你看每次就冰冰来点 感觉自家后话语言一样 随便过 不像别的就有些亲这个过这个B 对你看其他一点一点 撑一点点这牌 对敢过这个中路B点 敢就小心翼翼的 就这边就形成一个思维 就知道你的中路没有人 哎来了来了来了 终于来了 好终于等到你 但是B点已经往前摸了 小到这边拉出来 一画一一画二 这不能上去吗 罗号罗号能不能顶住脚 没站到 还是A打这个屁股 A打屁股 有被神吗 没有 还还是没守住啊 等于说这我等于说打了一个三换二 哎 波这边吸吸巨大一个 现在 请个二打二的残局军事 小到口是不是也漏身了 小到口漏身了 刘小莫这个绕后侧身 哎 不打 他他他他他留下来等第二个 好聪明 哦看到两个 漂亮 小莫这个 这个动作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聪明啊 这个两个前夫将会有问题吧 小后这点没人能看到 冰冰在那边没看到 小莫刚才肯定说正面的西西你别动 你别动你别动你别动你不动 哈哈哈 他给他也是连续个七八遍你别动你别动 他可以上去可以完美的可以打两个背神吗 7比7 刚才小龙小莫也是一路连跳没露声 他应该是正面西西拘了一个之后啊 小到口这个人是直接发着声音去 从小到赶紧是撤回包点去帮忙 对 然后就没管自己就背身也没拉出来瞅一眼 这边 这边哎他和王斌那个站位感觉有点尴尬 嗯 这边是第二时间来 b98断木合的小莫 反清一下 来找一找 好觉得必须是安全的 而对1D来说最舒服的莫过于要打KG中路 这个中路这个冰冰是真的舒服啊 我呦冰冰直接是中路上来是 拘掉了西西啊 这是真正的 这是真正归意义上的这种正面的对决啊 直接打掉一点不含糊啊 看一下 关键冰冰这个中路太舒服了 就从头到尾这个中路没有遇到过任何压力啊 就跟逛 真的是人闲逛一样就过来了 看一下上来一个人头的优势 1DG这一分能不能是去拿给拿下 比这边又看到刘晓莫拉了一下 自己直接被打了一枪头 支撑水底 他这样吧 残血的话就丧失这种 摸牌的能力了 只能加好点了 时间这边要是拖到了 40秒 哎呦这个A连这边又是拖到一个小边 我这玩应该知道对吧对 基本上知道谁想干嘛了 这边道具不断 那这边转点音是不可能了 必须要必须抢打了 这边早在断后 啊被刘晓莫绕了一个牲口啊 三打三三局怎么办 哎九八这边独操 哎呦独操这边是直接把小猫打掉 这样的话后面 没有什么后骨只有了 这边家伟罗浩 对着早刀的消逸二打二 这边两个人都去绕了 斜坡里面来了看到了 哎呀这个直接是 第一下枪是直接水的 又生了早早 但是早早 哎呦没办法这边是人换人换人没换到 其实找到我觉得第二下不用这么急 可以再在下面再靠一手 对 因为家伟不可能直接拆包 这个拆包要拆的时间比较久 打到第一个之后 这个第二个家伟肯定得主动过来找你 对 所以说刚刚应该是空一拍 我觉得可能效果会稍微的好一点 那么8比7 KDA现在暂时领先一份 来看这局B98 这边再次选择两人去前顶 这边也去靠了一下 我刚才这个餐具对意义来说有点伤啊 如果刚才那个餐具拿下了 找到能拿下的话 那真的是非常长事情 你妈妈太难了 各个点我想都是人 来了看来这波又要 5人抱一抱 来看一下这时候 已经是慢慢集合 看一下这波同步的道具是怎么扔 来 第二时间打高点闪 这个高点左右 全部吃闪 十点箱子有没有人 哎呦我反闪了 后面的人上不来了 后面上不去了 直接被刷屏 只剩一个残血的冰冰 这一分有点伤啊 残血冰冰要被追了 我可以的连拿两分 直接拿到赛点 9比7 我 我感觉突然 对吧 突然这边KT就拿到赛点了 我觉得还是关键时刻 ED这边就是 有点没有去 侦查别人的一些东西吧 就直接 呃 选择一波 然后你也不怕别人中不中坊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觉得还是在 呃 去打这种 比较细腻的一些东西 特别像AVN那种一波傻 他道具认的还不是很好 我觉得对ED来说 这个前方打的已经够舒服了呀 真的 真的 我觉得很舒服了 除了在摸B的时候 对吧 或者是摸这个A小刀 偶尔可能会遭遇一些潜艇 大多的情况下 真的是很 中路啊 逼着给你随便玩了 真的随便走 他刚刚 这波 爆炎没能够成功 现在 一滴机的压力很大 对方现在已经是 KJ已经是拿到了赛点 这边再一次来 还是想打一去 感觉刚才没成功 是因为道具没打好吗 这边再来 而这一次后面 可能道具给的坑会不足 因为这边进来的人有点多 往里面退了 第一个破掉 能上去吗 后面 哎呦 小弟这边也被打掉 紧家后路这边 已经没有第一时间来管了 没有来管 这边应该是要打回房 这波 打三 一滴机很有机会 三个人要从紧家后路来回房 这 三个人都走后路吗 要给高空倒出去了 楼梯这边应该都得全白 这这这这都走后路一个白 不行啊 关键车路车梯这边 没了没了没了 没了没了 哎一个两个三个啊 四个啊 这什么 瞬间断梦只完成了一个三闪 不是这不是给到一个高空闪吗 还而且先打掉了一个 那就是恭喜可以中这边是 在这么一个残局上面是拿下了 一滴机2比1 拿下了自己的一个首秀 那儿都不说的 我说我们的这一天 是最后一人都进行 那儿都不在这边 是小巧克力的 这个阳门上